你要讓他達到怎麼樣的一個高度 那我們都要考量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當然也做了調整 也有這個所謂的自己中正的一個校本課程 就是扎根語 翱翔 這個我們用了幾年 但我們也不斷的在更新 所以剛才吳校長講到 要不斷的要創新 這個是有癖好的 因為真的時代在步伐走得很快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反思 說怎麼樣 而且學生能夠接受 或者說這個年代的學生可能跟 前幾年的學生可能就很不一樣 所以要必須要不斷的適當的調整 那當然我們也在製造整個校園文化的時候 也很重要的就是 從整個班本身建立起的一種班文化 除了校園文化還有班文化也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班名跟價值觀的灌輸 那中正我想跟有一些學校也是一樣 就是在採用我們班級的時候 不是用123或者說ABC來分類 而是以價值觀 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這個我覺得要更落實 具體的落實到一點 就是讓孩子們能夠了解說 它本身的含義背後是什麼 比如我們中正用的 人、勇、勤、敏等等 那我們就對學生 或者說對這個班本身 它所應該具備的一種氣質是什麼 所以非常清楚的列出來 中文方面、英文方面 或者說中英互對的差異跟它的側重點 也讓學生去反思 那當然在在講授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必須強調一個 我們講人文素養的提升 也必須注重在整個傳統文化 一些經典典故 也通過這個方式 通過班級文化 或者班級的名稱的時候呢 來適當的讓他們接觸 去灌輸 當然每一個班的 它的精髓所在 成語那個也是非常重要 那個我們也 一直在不斷的在做這個工作 也還沒有真的 要必須要做 那本身 比如說包括校領導 下去班跟同學們談的時候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工作 讓他們了解說 這個價值 賦予你的這個價值觀 不是隨隨便便給的 不是用ABC來能夠代表的 那且一末化 他們在每天在用 每天在談的時候 我想這個有一定的幫助跟影響 長遠下來 好 我們再回到 我們的PPT裡面 好 那當然我們在說 在採取怎麼樣的一種教學策略的時候 其實也必須要多元化 也讓孩子能夠通過不同的方式 尤其是通過 角色扮演的這個方式 我們覺得那個效果非常的好 不論是小學生或者是中學生 中學生也是一樣 那我們也就是適當的 引用一些戲劇教學法 來開展一些比較生動品的教育課程內容 尤其是讓他們能夠 培養起一種同理心 這很重要 就是射身處地的在那個角色當中 你感受的是什麼了 就好像晴晴老師早上說的 對嗎 要讓同學自己來談 自己來說 那他就能夠把這品格來內化 那語文課當然我們也很重視 語文課本身也是有具備很豐富的內涵 同樣的通過戲劇的元素 所以在中正的每中藝的學生都上 這個在英語課跟華語課跟中文課的時候 都上這個口語語戲劇培訓課程 玩一年的課程下來呢 他們在年底的時候都必須要表演 有一個就是表演的 讓跟家長下來看他們的一個 年終的一個演出 那他們在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不單只是學習或者說提升他們的語文水平 或者是口語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個呢 也探討文學戲劇作品中的一些 普世的一些價值觀 一些做人的道理等等 這個也是我們覺得可以達到的目的 當然很多學校也通過不同的平台 來讓學生實踐那個社交情緒技能跟價值觀 我覺得非常同意胡校長說的 尤其是在家節的時候 讓他們培養一種感恩的一種心情 讓他們了解到社會的不幸人士 他們更需要的一種關懷 尤其在家節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效果不特別好 所以我們比如說在 在我們中秋的武漢慶祝活動當中 或者努力新年慶祝的時候呢 也都積極的就是跟社區來合作 讓我們學生能夠把歡樂的 這樣的一種感恩的心情呢 也帶到社區裡面去 社區服務活動我相信 大部分的學校也在做 所以除了海外海內外的其實活動都很重要 那在這一方面我們其實也 也就是通過一種 讓同學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學習到一些自己的文化跟歷史方面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跟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學生呢 來做一個導覽的一個活動 通過這個導覽的活動 能夠讓學生能夠 也了解到我們的文化 或者說一些我們的先賢 他們的一種價值觀 由他們來講就很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導演 他們是導覽 他們來真正的為學生 或者為公眾來導覽的時候 他們有些價值觀就真的能夠內化了 那雙文化這個年級呢 也是我們的這一兩年比較新的一個嘗試 主要就是培養一種文化的一種敏感度 然後其實比如說昨天 陳真老師也分享了很好的一些例子 很重要就是讓學生能夠了解到 比如說通過這個 他提到的說通過商業社會 跟農業社會的不同點 來了解中西文化的一個家庭的家 或者是家庭的一個概念 或者家庭的觀念的一個不同點 比如說通過文藝 或者文藝方面來探討 兩性的一種 對於兩性的一種 他們的一個重視等等 那其實在雙文化營 我們也非常的重視 就是讓學生有一種反思 跟批判的一種精神 但同時也讓他們 在中學的時候就開始思考 說兩種文化當中的一些 相同的地方是什麼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比如說在飲食文化 在禮儀方面 因為學生也參加過 比如在學校也學過茶藝課 在中正 那他們在雙文化營當中就探討說 中西文化的茶有什麼不同 然後還有中醫跟西醫有什麼不同 中醫講的是可能就是陰陽調和 就慢慢的把這些概念 也慢慢的就是在雙文化營當中灌輸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講的校倒營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這兩天也聽到說 擺善校為先這個很重要 所以校的概念我想不單只是從小學就開始做 在中學還是要繼續還是要堅持下去 尤其中學生可能很多人就認為說 很多家長可能就開始自動放棄了 他就認為說 孩子已經長大了 所以就 就隨他吧 就不要那麼重視這個家庭的一個 家庭的一個教育啊 什麼等等 其實我覺得中學更 更需要堅持這一塊 因為中學很多是處在叛逆期 很多時候他小學做的 可能中學他都不做了 比如說像爸爸媽媽請示啊 回家晚了 打個通電話給爸爸媽媽讓他們安心 這些可能他們都覺得我長大了 我都不做了 爸爸媽媽也可能也不要求了 所以在這一點 這個我們就覺得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嘗試 就讓家長整個年級 就是說我們是整個年級的 今年我們是用中醫做 那家長他們也參與 那個效果非常的不錯 因為家長本身 他就變成是一個親子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互動的一個關係 比如說我們讓家長其中一個活動 就來分享他們的經歷 他們對效是怎麼看的 或者說他們在懷胎十月的時候 昨天洆湞老師提到 慈母懷胎十月時 對嗎 慈母懷胎高低他不恐傷兒 所以這樣的一種概念 但是如果你通過家長來傳授來講的話 那個效果跟老師講是完全不同的 尤其家長在跟所有的 孩子面前來談的時候更不一樣 所以那個效果是非常的不錯 那除了之外 這邊下邊看到的是 比較有趣的一個 也是通過遊戲的方式 就是讓他們在雞蛋上 寫上他們的名字 那寫上名字呢 其實指導人就先賣個關子 不說要幹嘛 反正你這個雞蛋你就跟我好好的 不要讓它破 然後從早上一直拿著 然後他們當然就進行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遊戲啊 什麼等等 電影啊分享什麼 到了下午的時候 大概過了五六個小時 來看大家誰的雞蛋破了 誰的雞蛋沒破 然後讓孩子來分享 自己來講 你為什麼破啦 不小心哦 你為什麼破啦 我的朋友壞蛋 把他甩到地上 你為什麼不破呢 因為我 連吃飯的時候我都這樣拿著 我非常小心的 讓他們自己去講 講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最後要 所有具體嘛 到抽象嘛 最後要提出一個概念是什麼 诶 原來你 母親懷胎十月 你現在只是五六個小時耶 你媽媽真的是這麼小心的 保護著十個月才把你生下 诶 那個效果完全不一樣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因為尤其是他們寫上自己的名字 寫上自己的名字啊 你自己破了 所以讓這樣的一種 我覺得用這樣的一種方式 更能夠讓他們去了解 然後當然我們 因為爸爸媽媽也在 然後爸爸媽媽有些 真的他們就分享說 他們有些真的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才最後把這個孩子 因為可能 當時有一些比較 一些 complications等等 所以最後生下來的這個孩子 其實 他們也說很感恩 反正他們很感恩孩子出事的 通過這樣的方式 讓孩子真的了解到 笑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些是一些概念 那最後我想談了幾個 回到一個比較大的方向 首先我覺得 中西方的一個品格教育當中 我們都要汲取當中的一些優點 首先 比如說西方的 我覺得都是要 就是取其精髓 西方他很重視的就是理論性強 他重視孩子心智發展的階段 我覺得這個要非常的 作為老師要了解到這一點 還有 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的 學習技能 他非常分析的 非常清晰跟明確 所以 作為老師我想 我們也必須要有一定的一些 積累 比如說 對於 品德方面的 品德發展論 拿這個 羅倫斯 考得的 還有呢 Piagre John Dewey 關於這個認知建構論 Eric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論 還有就是Vygotsky的社會文化認知發展論 我想不只是說我們的專業當中要了解 其實在CCE方面 對於這些理論的一些掌握 有時候其實也是必要 也是我們必須汲取的 作為老師必須汲取的一個養分 當然要懂的就是融會關通 好 東方當然我們更 作為母語老師 我想這方面我們更要有這個 內涵跟涵養 比如說 他並不是 西方很重視一種思辨 但東方 尤其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 開出來的 更注重的是這種實踐性 所以黃宗基 功夫所致就是他的本體 所以注重品德教育的一種實踐 那當然他更注重的 他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就是人 如何跟這個社會和諧 怎麼建構一個人與天地萬物和諧 作為他的終極關懷 所以孔子說了 極欲利而利人 極欲達而達人 那最後呢 當然我們也說 這個傳統文化當中 你非常重視德性的一種培養跟擴充 他肯定人是可以 能夠不斷的 把你的一種內在的一種良知 一直往外擴充 能夠不斷的培養出那種浩然之氣 勿善養勿浩然之氣 他有一個養的過程 所以品德教育不是一個認知的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不斷的反思行動實踐 再反思再提升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 所以我想最後就是說王陽明的這兩句話呢 就把我今天所要講的這個知行合一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來做一個總結 我想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說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任重道遠西阿波平的教育 之現在跟未來 我想呼籲大家就是真的放眼未來 放遠未來放遠我們未來的一個希望 杜維銘教授在 我們這兩個星期都非常有幸 這兩天聽到了陳振老師的政治作用 上個星期杜維銘教授 就是哈佛大學教授 北大高等研究院的院長 也到了新加坡 做了兩次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到章上也做了一些報導 他本身呢其實對新加坡也非常寄予厚望 也認為說新加坡應該 接下來能夠應該開展出來 能夠提升的就是人的一種素養 他認為說新加坡人也在整個世界文明 的一個對話當中 能夠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 那這四點我覺得 就是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來共有之 希望說新加坡所培養的 不單只是社會工程師 而是具備道德的領袖 媒體不只是傳播工具 而是能夠創造價值 加坡企業家 重工的定義是什麼 不只是會賺錢的商人 而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優商 而學者呢 人文 必須要有一種人文的素養 而不只是專家學者 那在這裡呢我覺得 就呼應了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真的是愿重道有 所以最後呢 我是希望 希望什麼呢 再加上一個希望 希望我們的新加坡的老師 還有教育工作者呢 也不單只是傳道授業解惑者 而也是像我們洆湞老師一樣 能夠用愛心呢 能夠喚起我們學生良知的知音 謝謝各位 謝謝彭校長 如果雞蛋能夠讓孩子 更懂得孝順父母 我相信 這個雞蛋的價錢會上升 不過我 剛才彭校長 我們看到中正總校 這麼多年來辦校 都是引用了引經據點的 那麼都是有很紮實的 東方的理論 那麼當然在彭校長 在引用了西方的理論之下 之後呢 我相信 這個品格教育的這個發展 在中正總校的成長的孩子們 應該是 將來肯定是幸福的 那麼接下來 我們剛才聽了兩位校長 就是以比較宏觀的一個角度 來分享學校的這個品格教育 現在我們請 在前線工作的主任們給我們分享 先請 南洋女中的戴雪梅老師的戴雪梅主任 給大家分享 這個南洋女中的得育課程 謝謝 謝謝 謝謝中校長 中校長說得很好 我們是在前線 跟這個學生打交道的老師 所以我就決定今天呢 我用講故事的方式 來和大家分享 在南洋我們做了什麼 不過我請大家不要對我們有太高的期望 我們也是從本位做起一步一步的 可能我們要向你們學習的會更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南洋 我總是很喜歡南洋的校歌 我們的故事呢 就從校歌講起 這一句 這個歌詞 你看他說得很好 他基本上就是給我們一個指導 就是五欲平均其發展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這個教育理念 就是得 志 體 群 美 那就是以德為先 所以在這個排名上 已經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我們首先是很注重你的德 再來呢 堂堂的做個玩人 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孩子培育成玩人 當然在這個世界上 應該找不到玩人 那是最高的理想 那我們希望通過方方面面 發展孩子的全面技能也好 品格也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教育理念 昨天 陳真老師有跟我們提到 每一個生命呢 來到這個世界上 都是很尊貴的 我十分的贊同他說這句話 每一個孩子 他們都是天使 他們是從天上 掉落到人間的天使 沒有了翅膀 所以他需要我們父母 老師 成人也好 給他裝上 翅膀 讓他高肥 所以我們的理念呢 就是這是南中 南中天使吧 是我們的學生畫的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 我也是向陳老師取經的 就是去年我到吉隆坡去的時候 他提出這個概念 為君 還有就是為師 再來就是為親 我覺得很好 這個天使呢 我們要領導他 所以站在學校的立場 你給他設一個方向 你給他一個範圍 身為老師呢 你陪伴他 你要帶他好像自己的孩子 你要帶他像朋友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有身為老師的責任 你要指導他 再來就是 不能夠忘記 在品格教育方面 家長跟家庭 扮演一個很大的角色 我們絕對不能夠忽略 我們這個親密夥伴 就是我們的家長 這是我們對每一個 南中孩子的期許 昨天陳老師有說 教的一個就是一個 剩下的就是賺到的 如果我們以這個角度來看呢 我想南中的老師 或者是在座的老師 你們將會是百萬 億萬富翁 因為你會賺很多啊 所以我們希望 每一個南中孩子 他能夠成為 備受社會尊重的人 將來他踏入社會 他能夠在他的能力範圍裡面 發揮他的影響力 讓我看一下 從軍的角度來看 學校的領導 或者是領導層 這是我們的校長們 他們主要的方向就是 指引方向 讓學生知道 整個學校 我們是朝什麼方向來發展 這是身為領導的重要性 但是你不能夠 君臨天下 你也要到人間去走一走 所以我們的這個校長們呢 他們也會接近學生 凡是學生的活動 能出席的 他們都會出席 就是跟學生保留這個互動 樹立楷模 讓學生知道說 校長不只是高高在上 他也是我們身邊的一個親人 愛護我們的人 再看老師的角色 重點就是陪伴 那要陪伴呢 你要當他的老師 也要當他的朋友 所以就是亦師亦友 你要聆聽 你也要引導 最重要的是 老師也要以身作則 不能夠只叫他做 你在旁邊看 我想各位看一下這幅圖 這一位呢 在旁邊的這一位 戴帽子的那一位 如果是你不小心 你沒注意的話 很可能你會認為 這是清潔工人 其實那不是 那是我們的班主任 他帶著他這班級的孩子呢 一起到這個嘉冷河 去划船 然後去清理垃圾 你看這個班主任 就親自下水 然後親自去撿垃圾 所以身為老師 我們要理解我們的工作 不容易的 要上山下海 你叫他去哪裡呢 你自己先要身體力行 他看到你動了 他自然就不會逃跑 那我們再看一下 家長的責任 當然這個照片 都是男的 都是爸爸們 我覺得這是男中的驕傲 雖然我們都是女生 女生最需要的就是男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跟家長說 我們需要巴巴 巴巴 所以你看這些巴巴們就出現了 我們跟家長的互動呢 是很平靡的 就是我們請家長到學校來了解我們的生活 了解我們如何的帶領孩子 那我們的家長們也很積極 就像我們的義工朋友一樣的積極 凡是學校有大小的事物呢 校長老師只要一聲說 他們就會來了 所以在他們的這個支持底下 我們就跟家長保持良好的關係 身為一個老師最重要的是 孩子在你的手上 那是你在上課時間 在學校時間 可是回到家裡 他後面還是有他的守護天使 所以這個守護天使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跟他的守護天使 建立良好的關係 是夥伴 是朋友的話 那這個孩子應該逃不出 我們再看整個學校的氛圍 當然每一個孩子 我們都希望說 信任是最重要的 當孩子覺得很安心 安全的一個環境 他就能夠很放心的學習 很放心的跟你分享 還有就是關愛 當然最重要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在這個環境底下 快樂的成長 在這個我們現在談 稍微談一談 在地址規方面 我們中學的做法 跟小學很不一樣 你不能夠再要求他背了 那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相信 絕對相信 小學老師給他達了很好的基礎 那些金句都在他的腦海裡頭了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複習 讓他實踐出來 所以在這個學校的氛圍方面 就是他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食堂的這個一些經典 他會看到 然後這是學生寫的書法 就是地址規都掛在走廊上 我們不教的 但是呢 希望他能夠隨時接觸 隨時去複習 我們其實做的更多的是 生活課室 就是把孩子帶入生活 帶入社區 讓他們真正的去體驗 再從體驗當中呢 讓他複習 他所學到的價值觀 好這個是回歸自然 就是把孩子帶到 就是剛才我說的 上山下水 哪裡都要去了 再來這個是另外一個 自我挑戰 深入社區 讓他能夠跟社區的老人 一起合作 一起就是進行一些互動 那他們就會知道說 在整個過程中 他們自己缺失了什麼 他們缺乏了愛心 他們對老人的理解是怎麼樣的 旁邊這一幅圖呢 就是我們的老師 在跟學生 進行整個活動過後 我們要求老師 是一定要坐下來 跟學生 進行小圈圈的 debrief 就是學習 當天 立刻就進行 讓同學 能夠即時的提出 他的感覺 感想 然後呢 老師再進行引導 這是很重要的角色 這是學生的反思 其實我只是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孩子 他們在跟不同年齡層接觸的時候 他們其實 他們會覺得 本來他們是帶著 我去服務你的心態 去服務 但是在服務過後 他們會發現 原來他們學的 比他們得到的 他們做的更多 所以這是一個孩子 他說在接觸了這個 樂靈人士之後呢 他發現原來這些樂靈人士 他們都是生活智慧的寶庫 他們能夠分享歷史 能夠分享生活經驗 他們甚至還告訴我們的孩子 你們真的是很幸福 要什麼 有什麼 我們當年是 要什麼 沒什麼 所以這對孩子的感觸 是很大的 再來呢 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在我們的CCE課 就是功靈與品格課裡頭 我們做的一些小作業 就是中醫的孩子 我們其中做的一個作業呢 就是要求他們 去寫他們的家譜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很可愛 這是今年中醫的孩子做的 你看他的家譜 真的是非常的完整 只是他還把它畫出來 所以這個家譜的設計呢 其實背後的含義 就是讓他了解 因水思源 我們發現 在做這個活動的過程中 很多 我不能說很多 可能有一部分的孩子 他們就有這個問題 他說 我不知道 我的爺爺奶奶的中文名是什麼 我說你問你爸爸呀 我爸爸也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真的不行 我就說不然漢語拼音吧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需要反思的地方 爺爺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作業 是滿有意義的 當然我在設計這個作業的時候 我背後其實還有一個含義 通過這個學生的家譜 通過他怎麼去畫 怎麼去設計 其實你大概可以猜到 他的家庭背景 有一些是單親家庭 那我們從當中 我們就知道怎麼去跟這個孩子 就是互動跟進 這邊我想給老師們 稍微看一下 一則YouTube的一個 有關於家譜的一個短片 給大家輕鬆一下 我是覺得滿有意思的 我們轉去 這是我們在教孩子之前 我們給他看的一個短片 大家有心理準備 你的頭腦要動得很快 然後記得我說的話 看了之後不要亂 OK Do you know what to call them? Yeah like you know uncles,aunts,brothers,sisters the usual 哈 Let me show you the Chinese family tree So he's you We all know the basics Your mom is your mama Your dad is your papa Your older brother is哥哥 Your older sister is爹爹 Your younger sister is妹妹 Your younger brother is弟弟 His dad Your grandpa is爺爺 His mom your grandma is奶奶 His older brother is your婆婆 His older brother's wife is your婆娘 His younger brother is your叔叔 His younger brother's wife is your 神神 His older brother's wife is your 神神 學生看到這裡都說老師 我原來沒有 His younger sister is your 姑爭 His younger sister is your 姑姑 His younger sister's husband is getting your 姑爭 But wait,they have kids too So your cousins on your dad's side Your uncle's son who is older than you is your 堂兄 Your uncle's son who is younger than you is your 堂弟 And if your uncle's son has a wife then is your 堂嫂 Your uncle's daughter who is older than you is your 堂姐 Younger than you is your 堂妹 But if it's your aunt's son who is older than you then is your 姑表哥 Your aunt's son who is younger than you is your 姑表弟 Your aunt's daughter who is older than you is your 姑表姐 And your aunt's daughter who is younger than you is your 姑表妹 And your aunt's daughter who is younger than you is your 姑表妹 你知道这些会发生什么事了 它会越化越复杂 很多名堂就跑出来了 但是这个短片 老师们你们可以到YouTube去下载 你只要进入那个 Keywords 就是Chinese Family Tree 你就可以找到了 那个只是一个引导 好 再来 另外一个很简短的分享 我们也要求孩子进行家庭契约 老师们也提到 就是在小学你告诉他说 要照顾父母 要孝顺父母 那到了中学呢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子做 当然在引入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看这张照片 我想这个阿兵哥真是倒霉极了 他就是成为全新加坡人的这个目标 后面那个就好可怜 好多人都很同情他 但是到底他们之间 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想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但是我们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 我们就说真的是欠扁的阿兵哥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来告诉我们的学生 你是怎么样去跟你的父母亲 跟你的家人表现你的爱 很多学生做了这个作业过后很有趣 他告诉我们说 老师 我没机会 为什么没机会 我要坐 一踏入厨房 妈妈说去读书 我要帮爸爸 爸爸说不用你帮 这是没机会帮忙的 要不然就是你做了 那我们家的阿姨Fatima做什么 你抢了他的饭碗 所以通过这个活动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 也看到其实我们的家长 他们真的是很心疼孩子 孩子就是在这样子 呵护呵护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脂肪真的装不上去 因为他身体已经僵硬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也不跟大家分享学生的作品 我们去下一个 好 这是近 就是今年我们开始 我们在上了这个陈老师的地址规课之后呢 我们也在想 在中学应该用什么方式 来跟同学复习一下这个地址规 那这是我们设计 今年中一中二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要求学生 用自己的方式 把地址规的这个意思 通过生活画的这个情况 把它表现出来 你看一下下一个 我们去看下一个slide 这个呢 是我班的同学画的 他们其实 这是美术特选课程学生画的 然后他们画了之后呢 他们还有配音 我稍微给你们听一下 他们的配音是蛮搞笑的 还保有很浓的童真 那我们要求学生自己去复习 或者是跟朋友学习 地址规的意思 你看连读都读不好 这幅话是不动的 老师你就听好了 假如有要赶快修正 假如没有 要警惕自己将来不要犯 那就是人则改 有则改 无家境的意思 图中中间的小女孩代表我们 而他右边的猫猫 代表我们的思想 大猫猫代表着我们的思想 当猫猫看见有人在犯坏事的时候 抢劫 抢劫 猫猫就会在想 他自己有没有犯过同样的事过 如果他没有犯过这样的事 他就应该立即反省 抢劫是坏事啊 喵 我以后也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哦 喵 喵 在小女孩的左边 是我们人的另外一个思想 在这张图中 兔兔在人家的家里放火 然后他就逃跑了 他躲在石头后面 很后悔 惊强 我真后悔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 对不起 兔兔知错就改 天使一定会原谅他的 喵 于是兔兔就这样走上了 彩虹之道 兔兔会 住住在下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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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以后一定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了哦 有 nem 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学生们自己做的 就是我们希望说在 就是他们当中 有很多在小学已经学过了 那他在学习的过程中 互相提醒 互相的复习 然后呢 我们是 老师的角色就是在旁边加以引导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童真在里头 但是他们在进行这个活动的过程中 他们也给老师回馈说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复习 因为通过朋友的学习 至少这些字他忘了 他还会再重新refresh一下 在他的这个头脑里面 然后没学过或者是没接触过的孩子呢 他也能够通过朋友的分享 也借机会学了几句 这也是我们希望至少能够做一个启发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做 我的故事呢 当然还会延续下去 但是我不可能讲下去了 会由一代一代的学生 我看到在座有年轻的学生 也有我的学生 由他们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所以我以这十个字作为我们总结 各出法宝啊 各展齐招啊 文化方面 传承方面很活跃的一个 这个前线的老师 带路径老师跟大家分享 这些公立培训学校的品格教育课程 谢谢 大家下午好 刚才我跟那个丁燕老师 负责这个聚会的老师说 要不要休息一下 那么丁老师说 等一下休息就没有人了 所以还是继续 请大家容忍一下 大概十五分钟这样子 现在我是带着一个期望 跟两个身份 以两个身份 还有三个反思跟体会 来跟大家分享的 期望是什么呢 今天的分享只是一个开始 我期望 各位老师在学校里面 今天听我们分享之后呢 如果有意思 想要分享得更深入一点 更广一点 你们我毛髓之间 厚着脸皮向你们毛髓之间 我愿意到你们的学校去 跟你们去分享 因为今天我所讲的东西 实际上需要三四个钟头 才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今天的十五分钟 我这几天就在讲 我跟丁老师说 跟其他老师说 怎么办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不是很长 是太短了 但是今天主要是讲重点 所以这是第一个期望 两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 第一是我是一个教书 教全职老师 十三年的全职老师 这样的一个身份 大家分享 另外呢 我是以一个人 一个知天命的人 这样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 你们别看我样子长得很年轻 我已经53岁了 所以我是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 一个身份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任重导演 新加坡品德教育之现在与未来 我给自己设了 在这个主题之下设了一个题目 作为一个前线老师的题目 过去13年来 除了作为一个华文老师 教学生 听说读写的知识技能之外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 我认为比教华文更重要的 就是公民也道德课 虽然每个星期只有短短的两节课 短短的三节课 可是我往往都用超过两节到三节课的时间 来教公民也道德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我53年的生命告诉我 这个太重要了 我是一个没有专长的人 我虽然修的是社工 但是我签约成为一个全职军人 我当了三年的军人 我又出来做小生意 做了一年的小生意人 同时兼职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然后接着呢 因为我太太怀孕 我做了十年的广告 也做了执行员 也做了这个市场经理 然后其实我的第一个志愿是当一个老师 但是因为没有人带领 所以阴差阳错 到了四十岁 经过四次的申请 终于在四十岁的时候 好不容易才进入了公立培群学校 获得曾经元老校长的垂青 成为一个合约老师 所以在我这个生命历程中 我感受特别深的 就是我们的道德教育 然后我做了老师之后 我感触更深 因为我经常会看到 公民的道德教育课 常常都变成了华文课 那所以我就非常期待 跟大家分享的更多 我的三个反思 第一个反思是 道德教育有多重要 先给大家做一下数学 1等于A乘以S加K 如果S是10答案是多少 S是0 其他是10 答案是100 很容易算对吗 那如果K是0 这个答案也还是100 但是如果A是0的话 它0 如果A是负数的话 它就是负数了 为什么跟大家分享 这个方程式呢 请大家看一下 这方程式代表什么 它不是爱因斯坦的理论 它是全面教育方程式 E代表全面教育 A代表态度 S技能 K跟知识 我们的教育里面 教育体系 不仅仅是我们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知识跟技能教育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各位 如果在这个方程式里面 S跟K是0的话 教育还是有一点成就 可是A如果是0的话 也就是这个态度是0的话 一个人他再有再高的技能 有再高的知识 这个教育是失败的 这个美国911的事件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设计这个911事件的人 他的技术 他的知识 他的技能肯定非常高 但是他的态度出问题了 他就造成很多兄弟 很多孩子没有了父母 好多姐妹没有了兄弟姐妹 好多父母没有了孩子 所以如果他的态度是负面 他造成的这个教育 是很可怕的 他是一个负数的教育 那态度是什么呢 态度很抽象 但其实态度是人们自身 道德观跟价值观基础上 价值观基础上 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 简单来说 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做的事 来自他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 态度远比技能跟知识 要大的多了 他涵盖了技能跟知识 像一个蛋的蛋壳保护着这个鸡蛋蛋白 没有了这个态度 这个鸡蛋没有这个蛋壳 这个鸡蛋是不可能成为鸡蛋的 1等于A乘以S plus K 这个A就是道德教育 所以我的第一个体会 没有了道德教育的教育 不成教育 甚至它是祸害 再聪明再有本事 它都会成为世界 国家 社会 家庭 个人的祸害 那我第二个反思 就是什么叫道德教育 有人叫品德道义 现在我们已经改叫品德道义 教育 那这几年 我过去几年 我曾经是这个特选部的主任 那因为工作所需 所以我深入探讨 这个传统文化 那在探讨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道德道德 道是什么 它是一个自然规律 它不是教育部规定的 它不是国家领导 我们总理规定的 它不是一家之主规定的 它是自自然然的 是天然自然的 像太阳东升西下 像云升上天 变成乌云下雨 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 它是一个自然 自然规律 德是什么呢 德就是你顺从这个规律 你掌握了 知道了这个规律 你顺从它 你去做 那就没问题了 这叫道德 它不是我们平常所明白的 是非黑白对错 它是自然规律 一切不自然的规定 它就不道德了 什么是自然规律 什么样的自然规律 我们必须要懂得 三大方面 爱己 爱人 跟爱中 这三个自然规律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爱己的自然规律 我们要爱己 爱自己什么 爱自己的身体 爱自己的心 爱自己的志 生是养生 照顾身体 请问各位昨天十点睡觉的有人吗 有很好 但是人数很少 所以各位我们都是不道德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 这句话传了几千年 它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的天性是善良的 我深信这一点 为什么我深信 我曾经在监牢里面工作过 作为一个社会工作系毕业的人 我不是本科生 我是社会学习跟社会工作毕业的 所以我有幸 有机会 在监牢里工作 我曾经辅导过 杀人犯 一个17岁杀人的 一个少年 我至今 我想起他还是很难过 他杀了人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的心是善良的 什么事情逼到他要杀人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啊 爱自己是怎么样呢 是养生 照顾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善良的心啊 要维持下去 救世长善 人如果自私 他就会做害事 人如果为人 他就会做善事 所以啊 一个人啊 从小就要立志为人 所以一个爱自己的人 他一定是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他会长养自己的善心 他一定会立下一个为人服务的志 每个人都要这样 这是自然的 你违反了这个爱自己的规律 你这个人一定会生活的不好 人的痛苦往往来自于 没有照顾这三大方面 爱自己的规律 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就是 百善效为先 所有的善行出自效 这个不是孔子讲的 不是孟子讲的 是他们观察到 他们传下来告诉我们的 百恶银为首 这个银字除了代表 它并不是等于性行为 而是过度 当这个性行为不合规律的时候 它过度的时候 它就成为银了 所以一个人过度的强调 这种人的性的这种活动 他就变成恶 他就会伤我们的身 他就会伤我们的心 他会坏我们的心智 伤我们的身 所以啊 孝可以养生 我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 我有孝心 我不会去伤害自己 我会常常有这种纯人 有这种心 然后我会立志做一个好人 赢 伤身 伤身 坏心智 所以我们不让孩子去看 这种色情网页 因为我们知道 他会伤身 他会伤身 他会坏心智 爱人的自然规律 就是五 刚才讲到是爱己 爱人的自然规律是什么呢 就是要懂得五轮关系 要怎么维持 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不是他定下来的 是他观察的 然后他写下来 希望我们后代能够跟随 这是跨越种族的 跨越文化的 你是美国人 印度人 非洲人 都一样逃不掉 不是逃不掉 都一定会是有这五个关系 人的痛苦 除了身心智 没有照顾好之外 有一大半 也是来自这五种关系 这五种关系 你没有遵从他的规律 你不知道 又没有遵从 或者知道了 没遵从 你的人生 有一大半是很痛苦的 第三个自然规律 我们要懂的是 爱众 爱众是什么 天是我们的父亲 地是我们的母亲 天地之间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弟子归说 凡事人皆需爱 天同父 地同在 需不是去索取 需是主动的去做 我们要主动的去爱 天底下 地球上所有的东西 掌握了这三个规律 才叫做道德教育 所以道德教育 就是明白 清清楚楚 明白这三个主要的规律 这三个规律 然后随顺这个自然规律 去生活 这个才叫做道德教育 生活是要做的 不是只是懂的 反思之三 过去十三年 作为一个老师 我有教公民与道德教育 公民与道德教育 我就问自己 为什么多了一个公民 因为我们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国情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道德教育 也要能够顺从 我们这个地域 这个国家的来配合 过去我们的道德教育里面 是以尊重责任感 正直 关爱 建议不趋和和谐 尤其是这几年 我们在强大这六大价值观 这六大价值观 作为我们教育 新加坡教育的一个指南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语言 考虑我们新加坡 是一个多种 多元种族 多种语言 多元文化跟多元宗教的 这样的状况 所有的 种族 丹米尔 马来族 欧亚族 还有其他的 包括华族 都要懂得 这六大家值观 这是教育部给我们定下来的 最基本的六大家值观 那我们做 我们的传统文化 弟子规教育 和这六大核心价值观 有相悖吗 有没有 不相符合的地方 过去几天 我做了一个整理 我不会一一的讲 因为正如我所说 他需要三四个钟头 才可以讲得完 尊重 有这么一些 尊重 在弟子规里面 有很多经句 都有这么说 比如说最后一句 是福人心不然 理福人方无言 为一个人 如果你能够尊重对方 你才不会以权势来压人 所以这是一种尊重 第二个责任感 一个孩子 他如果能够 用人物 虚名求 躺不问 即未偷 他有这样的一种 做这样的行为 他能够列点 即有定处 独看必 还原处 难道这不就是一个 这不就是一个 有责任感的人吗 正直 那更多了 事虽小物善为 苟善为 子道亏 像这个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他知道 是非 对错 很清楚 过能改 归无 唐眼是争亦姑 这样的人 不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吗 弟子规 教我们成为 圣贤不难 为什么不难 只要改过就好 有过就改 有过就改 过改多了 就不再会犯错 圣贤是不犯错的 所以当我们的过改多了 我们不再犯错了 我们就成圣 成贤 观爱 是诸父如是父 是诸兄如是兄 凡事人皆需爱 天同父 地同在 这都是观爱的张句 坚毅不屈 resilent 物自暴物自弃 圣与贤可寻置 成为圣贤 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 圣贤 就是改过 不断忏悔改过 忏悔改过 不要再重复 最后成圣成贤 都有可能 难道这不就是坚毅不屈吗 最后和谐 那共别说了 恩欲报 愿欲忘 报愿短 报恩长 能够记得别人恩惠 能够忘记别人对你的愿 这样的人 难道不能够跟别人和谐相处吗 所以地子规的传统教育 跟我们教育部提倡的六大家值观 是没有冲突的 并不相悖的 我以这个图片作为一个比喻 我们的六大家值观 就像是一个船舵 而地子规就是那个行 那个一艘船 所以我的体会 第三个体会就是 六大核心价值观是舵 地子规教育是船 总结 1等于A乘以S plus K 也就是道德教育 A就是道德教育 这道德教育在新加坡来讲 就是那六大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推展地子规 我们就没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教育的目的 其实最终就是希望 为人为己为重 来谋求幸福的人生 那人要怎么样才能幸福呢 答案已经告诉大家了 Ask 地子规 谢谢各位 每一次我听邓老师分享 都很有收获的 我的老师 坐在后头的老师都知道 我上一次 跟邓老师一起 在IT分享的时候 就学了他的ASK 过后 我一直 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引用 是因为我真的非常 非常佩服他的这个方程式 把这个学校的教育 真的他的那个 我们对孩子一生的影响 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还有 对